- 要先在增加石頭部的車錶 - 要先在增加石頭部的車錶 - 要先在增加石頭部的車錶 - 要先告訴你們 Taylor - 這條溪子是全北投最可憐的西洋 - 全北投那天是我們手有特異功能 - 我一拖就知道它是從哪邊來的 - 那有什麼東西啊 現在都不要講話 乾淨 我還用我的心去聽聽看 它是從哪邊來的 喔 它跟我講了 它是從花蓮來的 石頭上開的是礦物 它就是只有 只有硫有硫磺的地方 才有這種黑色的礦物 這叫什麼叫做 硫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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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面遠遠的石頭上面有沒有紅的 那就是硫磺 而且它很特別喔 直接從氣體就變成固體 中間沒有經過硬 有誰知道大同火山會噴火 好 他們想要解決問題 到底有沒有人知道大同火山會噴火 那為什麼選來這個問題呢 因為大同火山幾萬年前有噴火的 還有一種黑色的 還有一種黑色的 譬如剛剛同學吵到什麼 維基百科 維基百科 它也算是跟心跳一樣 是很回風 你就可以把他決定到 你的肥心跳 有人說 喔 這兩個是一樣的齁 有人要說他了解問題 他的岩漿 活動是否很劇烈 聽說大層火山是活活山就是真的嗎? 那如果大層火山如果有一天噴發了 我們會不會好危險 上次老師有帶我們去地熱谷 發現地裡有許多硫磺氣冒出 會不會有一天也變成岩漿? 好 我們問的這些問題都非常好 這也是出在台北市的所有的人共同關心的 那這些答案我們圖書室有很多書 像一些火山活動 像一些火山的一些書都可以看 裡面也有些相關的資料 但是更準確的更確實的資料 我們可以到陽明山去找 陽明山那邊現在有一個大層火山觀測計畫 有100多個觀測站 大層火山的任何動態啊 他都有那個詳實的紀錄 我們可以找一天去訪問那邊的研究人員 他會給我們更新更多的資料 你們說好不好 好 如果我們一起去找一尋訂閱 我們不可以找一尋訂閱 我們可以看到了 一個redit速道 你們有兩次去尋規 一定可以到達到 一尋規的嗎 我們可以啊 一些 Landscap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